我們下一場會議要... 本鬼最後一場會議要開始了 那我們在講什麼 我們下一場 這一場非常感謝那個Derek來投稿 那我們他來講一下那個 他們這個Ranchel 也不知道Susay啦 Susay最近有開了一個open source的專案叫做Long Home 對啊 Long Home 因為我每次都不太會唸 看得懂都不會唸 好 那他的這個Long Home就是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 因為Susay他被... 他那個打從買那個Ranchel之後動作相當相當的多 那如果說大家對這個Ranchel有一些興趣啊 還是想要知道他一些... 得一些整個project狀態的話 那我歡迎大家... 待會可以在線上做詢問 或者是現場去做一些提問 好 那我歡迎Derek 好 謝謝大家 那我是Derek 那這個題目的話 其實是我跟我們前同事 就也是Susay的全同事 政體一起做的 不過他現在跑到GatePod 就台灣應該只有他一個員工 對 然後我今天是主講的 那... 這個題目跟早上有一場... 有點狀題了 就是都在講conversion webhook 那主要是來做這個mati version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我們的題目 就是說我們在long home升級的時候 這陣子升到1.3.0 那它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我們CRD要升級 那CRD升級的原因其實也因為我們CRD的這個... 比較成熟 所以我們想要進到下一個階段 那... 等一下會講說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升級 然後跟我們在升級的時候遇到哪些問題 那也許你的... 呃... 呃... 你的Combinities的這個application的project 是比較新的話 可能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但有時候你的project已經是歷史比較悠久的話 可能就會遇到跟我類似的問題 那... 在這裡的話 請問一下有人聽過long home 或是用過long home嗎? 哇... 謝謝... 很少 這個long home的話其實是... 呃... 順便介紹一下我自己 然後我是Derek 剛剛講過 那是SUSA現在的Software Engineer 那我的maintain... 呃... 我現在maintain兩個案子 一個是long home 然後另外一個是local path provisioner 那有時候你要的這個儲存是比較host path的話 你就會用local path的provisioner 那如果要比較複雜的這種storage的話 比如說可以做HA 或是做replication 或是做backup的話 你就可以用long home這樣的project 那long home這個project比較特別 就是它是一個global專案 就是說我有同事是在台灣 又同事在中國 那又同事在歐洲或者是美國 所以是一個跨國的合作 那... 另外的話 我在之前的話 主要都是在做storage 跟backup這兩個領域 那所以在Kubernetes這邊的話 我是一個比較新的進入者 大概從去年10月才開始接觸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GitHub這裡找到我 好 然後Outline的話 我們會介紹一下 第一個什麼是long home 那第二個的話是說 在升級之前的話 我們都是一個single的CRD version 那升級之後 我們是一個multi-CRD的version 那會講一下我們是怎麼做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做完了嗎 其實還沒有我們還有很多事情 要再往下做 那第一個的話是什麼是long home 那long home的話是一個 針對Kubernetes設計的一個Storage的Solution 那跟它類似的Storage的Solution 應該有Safe Look這個Project 或是OpenEBS 或是Povox這三個Project 那Povox的話它是... 它不是OpenSource的嘛 所以基本上你要花錢買 那LookSafe的話 你基本上要安裝的話 門檻相對也是比較高 那OpenEBS的話 它也不是一個OpenSource的Project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一個OpenSource的Project 然後又非常輕量 又很簡單使用 然後又可以做到HA 或是說做備份或Snesia 各種在企業級想要看到的Feature 都可以在我們這樣的一個OpenSource的Project 那還有做一些Recruiting Job之類的 那目前在全世界的話 我們有一般的Community User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企業級的用戶 那所以這些我們統計起來從... 它是一個2016年開始的Project 所以到目前為止已經6年了 所以是非常早期就已經開始做 那從很久以前的話 它的客戶就開始穩定成長 那到昨天為止大概有6萬個節點 就是Kubernetes的節點在用這個Long Home 來作為他們儲存的Solution 那也有不少企業客戶也採用我們的方法 那這樣的一個架...就Long Home的架構 其實它有分成兩個 一個是Control Plan 一個是Data Plan 那Control Plan的話 其實就是去控制這個儲存 它的Valent 或是說它的Backup 或是說它的Snesia的一些Life Cycle 那在每個Node Kubernetes的Node 我們會裝上這個Long Home的Manager 其實就是一個Damon Set 那這樣的Damon Set的話 它其實就去控制我這個Valent的Life Cycle 那Valent的話它其實... 它的前端... 就是這個...這樣的Valent 它其實...它的Backend 其實是一個IscarC的Bug Device 那這個Backend device會把它放進這樣的Valent 然後再去給這個Pod使用 那當你有資料寫進來的時候 它會透過這個IscarC 然後往下寫到這個 Engine 那往下寫到 Engine Engine再把它這個資料拆分... 不是拆成三份 是把它複製成三份 然後往這個節點 另外一個節根 跟另外一個節點 來寫入 所以這個Replica的話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它都是拿來儲存 往下寫入的資料 那你當然可以控制Replica的數量 有時候你可能只需要一個 那有時候你可能需要三個 有時候可能希望多一點 那就可以去改變你的這個Configuration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架構的話 我們... 我們就會需要非常多的CRD 來描述這整個系統 比如說我們有Node 這個樣的CRD 那這個Node的話 就描述你這個Long Home的... 在一個節點上面有哪些Disc 那這些Disc的健康狀態 或者說Disc滿了沒有 或者說還可以容納多少 或者它的IOPS等等 那另外的話 我們有Valent 就是這個Valent 它是要有幾個Replica 比如說在這裡 它要有幾個Replica 那現在的Replica是多少 然後更進一步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Replica到底是健康不健康 那如果不健康的話 我們就要把這個Replica 在另外一個節點 再生出來一份 然後把現在 這個壞掉的把它給移除掉 會把它保留下來 等到以後的Rescue使用 在... 有這麼多的這個CRD 來管理這個Long Home的這些Resource OK 好 那Long Home的CRD version 其實在很早期有V1 Alpha 1 那就在0.8.0 大概好幾年前就是我還沒有加入的時候 那它其實有做過一次升級 不過這樣的升級是非常陽春的 就是說它進入到0.8.0到1.2.x的時候 它的升級其實就把它讀出來 把這個V1 Alpha 1的這個CR 把它讀出來 然後再把它改寫一下Version 變成V1 Beta 1 再把它寫回XCD 所以它升級就結束了 那這樣升級很簡單 因為它沒有什麼負擔 只是花時間讀出來再寫回去 那原因大概應該就是說 當時的客戶也不多 使用者也不多 所以你這個CRD突然升級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是說 我們的客戶越來越多了 就是說最下面這個 就是我們已經有很多企業級的客戶 那我們也有很多Community Users 或是有一些公司在採用我們的Solution 那他們在操作的時候 可能是透過這個CR的操作 就比如說對Valent去寫說 我要幾個Raptor 或是對Node我要寫 如果要增加哪些Disc 所以它其實有用CR在操作 可是實際上我們Long Home 其實目前還不... 不是目前 在1.3.0之前 我們是不支援這個CR的直接操作 只是說User可能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如果斷然的把這樣的這個CRD version 把它升級到一個新的版本 然後把原本的直接把它丟掉的話 其實會造成很多客戶 或者是說使用者的困擾 就是說它的這個升級 會造成它整個服務的中斷 所以我們就需要有一個這個V1 Beta 1 跟下一個版本V1 Beta 2共存的一個機制 就是讓這樣子的MatiCRD MatiVersion CRD同時存在在我們Long Home的系統裡面 那另外一個我們想要在這個升級的過程 想要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第一個是說 我們傳統的... 我們Long Home在之前的這個CRD的Structure Schema 其實是用手刻的 就是說你有一個那個Go的Structure 去定義你的這個CRD 那其實你現在的話應該主流是用Controller Gen 去把它升出來 變成一些Manifest 那你其實就可以install了 但是在早期是沒有這樣的工具 所以在很早期的這個CRD Structure Schema 是用手刻的 所以這會變成我們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就想要把這個 這個第一點的話我們就做自動化 所以這是我們另外一件事情要做的 那第二點的話就比較嚴重一點 就是說在早期的話我們其實 其實這些CRD的Structure 它裡面有一些欄位的DataType 其實是不是跟主流的這些工具 它所期望的DataType是一致的 比如說這個CubeCarto Wait這個Command 它希望這個CRD的這個Condition 它是一個Slice 而不是一個Map 可是實際上在Long Home的話它是用Map 所以變成說這樣的Command 其實是不被接受也不能用 那有些客戶他們就想 他們就必須要去刻一個自己的這種 類似CubeCartoWait這種Command來做事 就變得非常麻煩 所以零零種種遇到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一眼決然在1.3.0 做大量的refactor 跟做這些CRD的升級 那這是它的歷史原因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這個Multiple CRD的Version 那我們目標其實很明確就是說 現在我們舊有的是V1-Beta1 那新的我們想引入的叫V1-Beta2 那所以我們這兩個都會社服 就是有些客戶可能同時還在 可能還在使用這個V1-Beta1 我們不希望它的這個CRD的這個服務中斷 那新的客戶的話當然就可以用V1-Beta2 那最後我們想要存在HCD裡面的話 其實是V1-Beta2這樣子 所以中間的話就要做轉換 那轉換的話其實就是conversion webhook 就是說你要寫入 用V1-Beta1寫入的話 它就會幫你轉一下 然後變成V1-Beta2 然後再寫到HCD 那如果你今天裡面存的是V1-Beta1的話 你可以讀出來 那讀出來的話就看你要哪一個版本 由你下的這個API來決定 那或者是說V1-Beta2 那你用V1-Beta2去操作 然後最後寫入的話就不需要轉換 就可以直接寫下去 所以我們就會同時支援這兩個 這個CRD的version 那可是儲存的話是儲存一個 那第一個的話我們就是要 處理剛剛講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有些這個CRD裡面的這些定義 它的這個Data Type是不合主流的這些 Kubernetes upstream的Project的定義 所以比如說這個Node的Condition 我們就希望原本是Map Street 那我們就把它改成這個Slice的 Slice的這個資料結構 那所以從V1-Beta1跟V1-Beta2 這個Conversion Webhook 就要去做這樣的轉換 如果你今天裡面儲存的是這樣的一個Map 那你Conversion Webhook 就要幫你轉換成這樣的Slice 或者說你希望裡面存的是V1-Beta2 可是你希望讀出來是V1-Beta1的話 你就要把它轉過來 所以你的Conversion Webhook 其實就是在實作這樣的Function而已 那所以你把這些CRD的這個Ghost chart 都把它定義完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輕易的用現在 我們常用的這個Controller Gen CRD 去生出你的Manifest 那其實就非常單純 那接下來的話 在早期的話我們還有一些Data 它Type是很奇怪的 就是說比如說MapStringStruct 那這個Struct的話 其實就是存一個空的值嘛 其實就是沒有必要 那但是它想要存的是這個Disk的Name 那以前的話 首顆這個Structure的Schema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但是現在的話 Controller Gen 其實它不喜歡這個東西 就是說它不支援這個後面 這個MapStringStruct 所以我們就為了讓這個Controller Gen 能夠順利生成我們的Manifest 我們也把它改了一下 就是Map然後StringString這樣子 所以做了一些refactor 然後做一些DataType的修改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很順利 讓這個Controller Gen去 去生出我們要的Manifest 那之後就可以直接裝在 我們的這個LongholeSystem上面 那再來的話 另外的話 這個Coop Builder裡面有一些Marker 那Marker的話其實有很多 就是說你可以去參考這個CRD Validation的這個WebPage 那Marker的話比較常用的比如說這個Minimum或是Messimum 那這個的話其實是CRD的Structure Validation的用途啦 就是說你可以加一些Marker 然後跟它講說你要去幫我做驗證 就是這個這個寫下來的時候 resource寫下來的時候你要去幫我檢查一下這個是不是合法的 比如說這個Longer of Repicas 應該是要大於等於1 那如果小於1或是0的話就不行 對所以這個的話就要可以加一些這個你要的這個驗證的一些欄位 好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剛剛有講 serve的話是兩個版本都可以serve 那只有一個是Storage的Version 所以這個V1Beta1的話其實 你就這樣子就不用動它 但是V1Beta2的話 你就要把它加一個這個StorageVersion 所以在Build這個CRD的Manifest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在這個Manifest裡面的這個V1Beta2裡面 加一個這個Storage的Storage 然後等於2的這個欄位 所以你就可以跟這個 Governetis講說 API Server講說 我之後要存的話就是V1Beta2 而不是V1Beta1 那如果我是V1Beta1的話 你就要幫我轉成V1Beta2才能存下去 OK 好 那所以剛剛有講到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這個Strategy Schema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做一個這個Conversion Webhook 那Webhook的話 其實你去翻這個官方的部分 網頁的話就會 就跟你講很仔細的這個做法 那 所以我們裡面有些Resource要轉換 有些Resource不一定要轉換 所以 基本上你就只要針對這些要轉換的Resource 比如說剛剛講這個 Slice跟Map的轉換 這樣的要轉換的話 你才需要實作這個Webhook 那如果沒有要轉換的話 它其實就不需要轉換 就不需要實作這樣的Webhook Server OK 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 這個的話就不用特別講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那些 好 所以剛剛的工作都做完了 其實我們做實驗的話 我們就發現Fresh install 看起來的結果都不錯 就是V1-Beta-2 運作都很好 那可是我們在升級的時候 比如說做一些升級的測試的時候 就發現V1-Beta-1到V1-Beta-2 跟1的混合這個版本 就新的這個Multi-Virgin CRD的時候 發現常常升級就會出到 出現Error 那出現Error 其實有幾個原因 比如說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 我們有 剛剛有講 我們加Minimum 跟Maximum 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那這兩個Mark 在Kubernetes 在1.19 或是1.17 以下的版本 它其實是 沒有辦法 做Data-type的轉換 所以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些Stratural Schema 的這些Mark 有些部分是不能加進來的 因為我們Long Home版本 是支援Kubernetes 1.18到1.20 所以 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 把剛剛那些Mark拔掉 然後把這些Validation 把它使作在這個Admission Webhook 所以我們在Long Home裡面 又使作Admission Webhook 來 驗證這些Resource的值 到底是正確還是不正確的 那Admission Webhook 其實是比這個 Stratural Validation來的Powerful 因為它可以 針對這個值跟值之間的關係 不是單一的大小來做 做驗證而已 它也可以 值跟值之間的關係 是到底合不合理 所以 這樣的Validation Webhook 其實我們就把它引入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剛剛其實有做一個 看起來很天真 然後 有點不太正確的行為 就是說 就是說 原本的這些 為了讓這個Controller券 能夠順利生成這個Manifest 我們把這個就有的Disk 把它 Data structure 把它改成這個Controller券 可以生出來的 這個資料結構 那其實這是不對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已經有 既有的客戶 所以既有的客戶 已經有這樣的 這個CR的資料存在 ADCD 所以變成說 我們升級以後 這個ADCD讀出來的值 不是這個API Server 預期的值 所以造成說 之後的這些CR的操作 就有可能失敗 所以 這個問題就蠻嚴重的 我如果沒有做這樣的改變的話 Controller券就生不出來 那我如果做這樣的改變的話 就變成說 這個CR是讀不出來的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就放棄了這個 V1-Beta1的CRD structure schema 就是說 V1-Beta1 我們就不要做這個 CRD structure schema 其實是有點危險的操作啦 不過我們希望 後面主流的使用者 或是客戶 都是希望用它 希望用V1-Beta2的 這些API來操作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V1-Beta1的這個 這個 Structure Raw schema 把它拿掉 把它設成Schema list 所以變成說 原本這些 Controller券 它不喜歡的DataType 我們還是可以容許它 那V1-Beta2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用成 MapStreamStream這樣的格式 那中間的話 就有一個ConversionWebHook 來做這樣的轉換 所以 講錯不是ConversionWebHook 對 ConversionWebHook來這樣的轉換 所以 在這裡的話 其實都是對付一些歷史的問題 就是說早期在那個Kubernetes 或者是它的相關工具 還沒有那麼完善的時候 我們用了一個不好的資料結構 或是用一個錯誤的方法 來定義這些Structure 對 好 那到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說我們完成了嗎 答案是還沒有 因為這個 我們 同時兩個版本的並存是現在才開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定會面臨到V1-Beta1 V1-Beta2 可能有V1-Beta3 或是V1的版本 所以我們就要一個 這個VersionControl的Policy 那VersionControlPolicy 我們就可能要 有這個廢棄原本舊的版本 那你廢棄的話 只是警告嘛 那到真正的廢棄的時候 還要做Migmentation 所以 這些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極致來做 這個目前還沒有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我們引進了一些Admission的Webhook 那剛剛講過 早期的這個 Long Home的這個CR操作 都是透過API進來 API是講了HTTP的Portacle 然後進來以後 然後我們再對那個值做驗證 那實際上現在主流的話 應該做 主流的話應該是用CR的這個Operation 所以這個Admission Webhook 就非常嚴重 那就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可以用它的這個機制 來驗證這些值 那這部分我們還在板 就是說它的工程有點大 所以目前如果你想要操作Long Home的話 你可以用CR來操作 只是有時候會踩到一些 我們沒有辦法預期的坑 它會隨著我們之後來改善更進步 好 那謝謝大家 那另外的話就希望大家 有機會試試看Long Home這樣的一個Solution 那安裝起來也非常的簡單 對 好 謝謝 好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等一下就是這分享結束後的話 可以就是來前面和講師討論這樣子 對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今天一層鬼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應該還 就是這邊的話 因為主場也有一個就是Kubernetes的分享 那我們這邊會同步播放 如果你覺得那邊就是太多人的話也可以待在這邊 不過那邊冷氣比較涼這樣子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對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對 那我們下次Mia見 謝謝